2024年UEFA Champions League简报 1.西班牙国家队在欧洲国家联赛中以10人作战击败瑞士,最终以4比1的比分获胜。 尽管在上半场就被罚下一人,但西班牙队仍能顽强拼搏,最终取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 2.曼城宣布了参加2024-25赛季欧冠联赛的22人大名单。 3.曼城将在小组赛阶段与国际米兰、巴黎圣日尔曼、尤文图斯等强队交手。 球队新员高芬迪尔因伤缺席前8场小组赛。 3.曼城球星德布劳内对FIFA和欧洲联不断增加比赛场次的做法表示不满。 他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注重商业利益,忽视了球员的身体健康和休息需求。 4.德布劳内呼吁球员工会和各国协会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FIFA和欧洲联并未给出积极回应。 4.荷兰国家队将在欧洲国家联赛中迎战德国队。 4.荷兰队在首轮比赛中5比0大胜拨黑,表现出色。 4.荷兰队有望保持良好状态,力争再次战胜老对手德国队。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涉及了欧洲足球赛事的多个方面,包括国家队比赛、俱乐部欧冠联赛以及球星对赛事安排的看法。 文章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足球资讯。 2024年9月9日,Premiere League简报。 文章概要 1.阿森纳租借到切尔西前锋、拉西姆、斯特林、阿尔特塔计划尽快让他发挥作用。 斯特林曾在曼城时期与阿尔特塔有过良好合作,有望在阿森纳重拾状态。 2.阿尔多名球员入围8月最佳球员提名,包括曼城的哈兰德、布伦特福德的姆布乌墨、阿斯顿维拉的奥南纳等。 哈兰德本赛季开局神勇,7球创纪录。 3.切尔西小将布罗哈申请在自家建造价值400万英镑的豪宅遭到拒绝。 4.当地规划部门认为该项目过于庞大,不符合当地建筑风格。 4.利物浦签下了意大利国脚基耶萨,他曾在尤文图斯表现出色,但近两年受伤不断,未能完全发挥潜力。 利物浦希望他能在英超重拾状态。 5.埃福顿近日在联盟财务公平性规则案中获胜,无需承担全部4.9万英镑的法律费用,这对英超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先例。 可能会影响到曼城即将面临的财务指控案。 综上所述,本期Premiere League聚焦球员转会动态,个人表现以及联盟内部的法律纠纷。 阿森纳引进斯特林、利物浦、签下基耶萨等转会动向备受关注,而曼城和埃福顿的财务案件也将对整个联盟产生重大影响。 2024年9月9日,Siri A简报。 一、国际米兰持续领跑,国际米兰在主场4比0大胜阿特兰大,保持了联赛不败记录。 新元图拉姆连续两场没开二度,成为本赛季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 国际米兰的流畅进攻和团队配合再次展现,教练西蒙尼、殷扎吉值得更多赞誉。 二、米兰内部矛盾。米兰主教练方索萨将球队核心球员埃尔南德斯和拉奥T替补,引发了球员的不满情绪。 两人在比赛中表现出一些不配合的迹象,但事后都否认有任何问题。 米兰防守存在漏洞,需要尽快解决。 三、纳布勒斯遭遇困境。 纳布勒斯主帅孔特将球队核心奥西梅恩排除在大名单之外,这位尼日利亚前锋未能在本转会窗实现转会。 纳布勒斯在主场险胜帕尔玛,新元卢卡库首秀极有进球,但整体表现仍有待提高。 四、尤文图斯0比0战平罗马。 尤文图斯主场与罗马战平,双方都未能制造太多威胁性进攻。 这场平局使尤文图斯暂时与国际米兰、都灵和乌迪内斯并列积分榜第三。 五、马尔蒂尼之子表现出色。 前米兰体育总监马尔蒂尼之子丹尼尔,马尔蒂尼效力萌扎,本轮联赛中没开二度,展现了出色的远射能力。 尽管萌扎最终1比2负于弗罗伦萨,但马尔蒂尼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本轮SiriA焦点集中在国际米兰的持续高水平表现,米兰内部矛盾,纳布勒斯的转会困境以及马尔蒂尼之子的出色发挥等方面。 联赛竞争依然激烈,各队都在为争夺冠军和欧洲席位而努力。 西甲联赛近期动态简报。 一、巴塞罗那拥有克罗地亚新兴奥斯卡·明格萨50%的转会权益。 明格萨目前效力于塞尔塔,本赛季表现出色,已经获得西班牙国家队的首次征兆。 巴塞罗那可能会在东窗时期利用这一优势将明格萨买回,以补充右后卫位置。 二、皇家马德里球星法德里科·瓦尔维德因停赛而提前回到俱乐部,这对球队有利。 此外,后卫埃德尔、米丽唐也因伤提前归队,只需休息两场比赛就能复出。 这些都为皇马在接下来的联赛和欧冠中的未免之路提供了保障。 三星任巴塞罗那主帅汉斯·迪特尔·弗利克实施的健身革命,显著提升了球队的体能和耐力。 球星佩德里表示,球队现在能在比赛后期保持高强度,这让他感到解放。 这有助于巴萨在新赛季挑战皇马的联赛冠军。 四、皇马球星达尼·卡瓦哈尔正在考虑未来转会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BLS。 这位32岁的后卫合同即将到期,他表示如果不续约皇马,下一站可能就是MBLS或海湾地区联赛。 总的来说,西甲联赛呈现出诸多有趣的动态,包括巴萨新兴明格萨的崛起,皇马球星的伤病情况,巴萨健身革命的影响, 以及卡瓦哈尔未来的转会选择。这些都值得关注。 2024年9月9日简报。 伊乌拉圭国脚费德·瓦尔维德将提前从国家队归来,因为他在对阵巴拉圭的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领到了一张黄牌,导致需要缺席下一场对阵委内瑞拉的比赛。 这对黄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让瓦尔维德能提前休息几天,为9月14日对阵皇家社会的西甲联赛做好准备。 二据报道,利物浦再次被链接到黄马球星奥雷利安·楚瓦梅尼身上。 不过,著名记者法布里奇奥·罗马诺表示,黄马和安切洛蒂教练都非常看重楚瓦梅尼,没有放弃这名关键球员的打算。 尽管利物浦可能对楚瓦梅尼感兴趣,但要想签下他恐怕并不容易。 三线时电视明星金卡戴山最近参观了黄马训练基地,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相关照片,引发了黄马球迷的不满。 一些球迷认为,球队近期的失利和球员伤病与卡戴山的到访有关,认为他给球队带来了诅咒。 球迷们对卡戴山的到访表示强烈不满。 总的来说,这篇简报概括了黄马球员瓦尔维德提前归队,利物浦对黄马球星楚瓦梅尼的追逐,以及现实明星卡戴山参观黄马,引发球迷不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报告既突出了最有价值的信息点,又简洁地总结了文章全文,做到了内容完整和表述简明。 曼城计划大动作引关注。 根据报道,曼城可能在2025年下创大手笔引进德国国角弗洛里安、维尔茨和贾马尔、穆西亚拉。 这两位球星的转会费预计将超过1亿英镑。 曼城一直在为未来做规划,此次引员计划可能是他们为中场线注入新鲜血液的一部分。 此外,曼城已公布了2024-25赛季欧冠小组赛的大名单。 球队阵容整体保持稳定,只有少数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曼城将在欧冠小组赛中与国际米兰、斯洛文亚、布拉迪斯拉发、斯巴达布拉格、体育里斯本、费耶诺德、尤文图斯、巴黎圣日尔曼和布鲁日进行交锋。 总的来说,曼城正在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无论是引员计划还是欧冠阵容,都体现了球队的雄心壮志。 我们将拭目以待,曼城,在新赛季的表现。 简报! Inter Milan正在关注诺丁汉森林的后卫穆里略,作为未来替代36岁的阿切尔比的潜在人选。 穆里略在诺丁汉森林的首个赛季表现出色,引起了多家俱乐部的关注,但最终留在了诺丁汉。 不过,据报道,Inter Milan可能需要支付超过4000万欧元的高价才能签下穆里略。 此外,本文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球员的情况。 伊尼尼,马杜埃克是一位潜力巨大的新星,最近在狼队的帽子戏法突出了他的优秀进攻能力。 2.库库雷拉在切尔西的表现有所改善,已经成为主力左后卫。 3.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表现起起伏伏,但切尔西仍然给予了他长期合同。 4.克里斯托弗·恩康库是一名出色的球员,但受伤问题困扰。 5.莫伊赛斯,卡埃塞多虽然转会费高昂,但已经在切尔西确立了重要地位。 6.弱昂,费利克斯的天赋毋庸置疑,但还未找到最佳位置。 7.贾登,桑乔的表现备受关注,能否在切尔西找到状态将是关键。 总的来说,本文聚焦于Inter Milan对穆里略的关注,同时也概括了切尔西阵容中一些球员的近况。 2024年9月9日AC米兰队简报。 以前AC米兰前锋让皮埃尔,帕潘向球迷发出特别信息,支持目前米兰主帅保罗、封赛卡。 帕潘表示,米兰拥有一支强大而完整的球队,球迷应该给封赛卡时间,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会带来进攻足球和防守紧凑。 二记者莫妮卡,科隆伯对米兰中场慢弩,科内选择加盟罗马而非米兰感到惊讶。 科内此前一直是米兰的目标球员,但由于米兰未能出售伊斯梅尔、贝纳赛尔,最终科内还是加盟了罗马。 三在9月7日的NFFL常规赛首轮中,堪萨斯城球长队以27比20战胜了巴尔迪摩乌鸦队。 球长队的帕特里克·马霍姆斯投出291码一次触地pass,而乌鸦队的拉玛尔·杰克逊虽然表现出色,但最终未能在最后时刻完成绝杀。 总的来说,这份简报概括了AC米兰队的近期动态,包括前球员的支持、球员转会以及NFL常规赛中两支顶级球队的较量。 简报内容全面,重点突出,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拜仁慕尼黑球队简报 1.穆西亚拉的未来,备受关注 拜仁慕尼黑的新星穆西亚拉再次引起了球迷和俱乐部的关注。 他的前队友祖克兹在曼联校里后,承认曾试图说服穆西亚拉加盟老特拉福德。 尽管穆西亚拉本人表示这只是朋友间的玩笑,但这仍引发了外界对他未来的猜测。 2.穆西亚拉对拜仁忠诚 尽管合同还有几年到期,但穆西亚拉表示自己非常满意在拜仁的生活,并专注于与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目标。 拜仁体育总监埃博尔也高度评价了穆西亚拉的出色表现,表示俱乐部希望保留这样的顶级球员。 3.拜仁慕尼黑的老主场 拜仁慕尼黑的前主场格伦瓦尔德体育场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但仍然保留着一些历史痕迹。 这座曾经容纳5万多名球迷的体育场,如今只能容纳2.1万人,并且设施也已经十分陈旧。 不过,慕尼黑市政府计划在2026年对其进行全面改造,以继续保留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体育场。 总的来说,拜仁慕尼黑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核心球员,同时也在维护俱乐部的历史遗产。 穆西亚拉的未来备受关注,但他目前仍然专注于为拜仁效力。 至于格伦瓦尔德体育场,他将在未来几年内得到全面的修缮,以延续其作为拜仁历史的一部分。 切尔西对简报 根据提供的多篇文章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1.切尔西近年来引进了大量新球员,但并非所有影员都取得成功。 其中,乌克兰球员穆德里克就是一例。 有分析认为,如果穆德里克加盟阿森纳,他的表现可能会更出色。 2.切尔西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变化,Clear Lake Capital成为主要股东。 Clear Lake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后,他们已经建立起合适的架构和阵容,有信心带领切尔西重返巅峰。 3.切尔西与球迷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也是俱乐部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4.总的来说,切尔西经历了一段动荡期,但新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层表示,有信心带领球队重返顶级行列。 4.不过,球队在影员和战绩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4.综上所述,切尔西正处于转型期,新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层正努力稳定局势,但球队在球员引进和战绩方面仍有待提升,与球迷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4.2024年9月9日简报 本次简报主要围绕本菲卡足球俱乐部的最新动态展开。 1.转会市场收官,本菲卡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引进了两名新员,分别是来自加拉塔萨雷的土耳其裹脚前锋卡雷姆, 2.阿克图尔科卢和来自曼城的布基纳法所后卫伊萨、卡伯雷。 这些新员的加盟旨在为即将到来的欧冠小组赛做好准备。 2.主教练变动 2.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本菲卡于上周六解雇了德国主帅罗杰·施密特,目前球队仍在寻找新的主帅。 3.轻讯球员引起关注 据报道,切尔西正密切关注本菲卡19岁的清讯球员若昂·雷哥,这位富有潜力的进攻型中场表现出色,引起了多家顶级俱乐部的兴趣。 4.巴萨女足备战新赛季 巴萨女足将在本赛季捍卫四冠王的荣耀,尽管失去了一些关键球员,但引进了新员如帕约尔和罗布克等,整体实力依旧强大。 4.新赛季,巴萨女足将继续由佩雷·罗木执教,保持了球队的延续性。 总的来说,本菲卡在转会市场有所动作,但主教练的变动和清讯球员的关注度也成为了关注焦点。 同时,巴萨女足备战新赛季,期待能够延续上赛季的辉煌。 纳波利对简报 根据提供的多篇文章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一维克托,奥西姆恩将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加拉塔萨雷,双方达成季度租借卸协议。 纳波利保留延长奥西姆恩合同至2027年的选择权。 二、奥西姆恩曾被多支欧洲豪门如切尔西和巴黎圣日尔曼追逐,但最终未能成形。 沙特球队阿尔阿赫利也曾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报价,但奥西姆恩表示不愿离开欧洲足球。 32022-23赛季,奥西姆恩帮助纳波利赢得了时隔32年的一甲冠军,个人也攻入26球。 但在2023-24赛季由于伤病影响,他的表现有所下滑,纳波利最终只排名第十。 4、加拉塔萨雷目前在新赛季土超联赛中取得全胜,暂时落后费内巴切一分。 他们也将参加本赛季重组后的欧罗巴联赛。 总的来说,奥西姆恩的租借加盟是为了能够重实状态,为下赛季做好准备。 尽管纳波利在上赛季未能延续夺冠的势头,但他们仍保留了对奥西姆恩的长期控制权。 这对俱乐部未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24年9月9日简报,克洛普重返多特蒙德执教告别赛。 摘要? 前利物普主帅尤尔根,克洛普将重返多特蒙德执教,为两位前队友卢卡斯、皮什切克和雅库布、布拉什齐科夫斯基举办告别赛。 克洛普曾在2008年至2015年执教多特蒙德,带领球队连续两次夺得得甲冠军,并带领球队杀入2013年欧冠决赛。 此次告别赛是克洛普退役后首次重返执教岗位,引起了广泛关注。 关键信息点 1.克洛普将重返多特蒙德执教告别赛,为两位前队友皮什切克和布拉什齐科夫斯基举办告别赛。 2.克洛普曾在2008年至2015年执教多特蒙德,带领球队连续两次夺得得甲冠军,并杀入2013年欧冠决赛。 3.这是克洛普退役后首次重返执教岗位,引起了广泛关注。 4.告别赛将于9月9日在多特蒙德主场信号意大利球场举行,但不会在英国电视直播。 球迷可通过OneFootball应用程序在线观看。 总结 有尔根,克洛普将重返多特蒙德执教,为两位前队友皮什切克和布拉什齐科夫斯基举办告别赛。 这是克洛普退役后首次重返执教岗位,引起了广泛关注。 告别赛将于9月9日在多特蒙德主场信号意大利球场举行,但不会在英国电视直播。 球迷可通过OneFootball应用程序在线观看。 简报 利物浦新元费德里科、基耶萨亮相训练场。 一利物浦新元基耶萨在与U21球员的训练中表现出色,连续打进8例精彩进球,展现出强大的进攻能力。 二基耶萨主要在右路进攻,这与他在利物浦的定位相符,他可以成为穆罕默德、萨拉赫的有力替代。 基耶萨还展现出了双脚射门的能力。 三星元与U21新星Lngg Maha进行了友好交流,两人看来已经融洽相处。 基耶萨还热情地与所有队友和教练组人员打了招呼,显示出良好的适应能力。 四,总的来说,基耶萨的表现令人鼓舞,他有望在9月14日对阵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中首发亮相。 利物浦球迷对这位意大利裹脚的表现充满期待。 2024年9月9日简报,巴黎圣日尔曼队。 本次简报将概括性地总结巴黎圣日尔曼队的最新动态,包括即将到来的联赛比赛。 球员在2024年金球奖提名以及女足球队的最新进展。 一联赛比赛预览,巴黎圣日尔曼将在9月14日主场迎战布雷斯特。 作为联赛领投扬的巴黎圣日尔曼,凭借流畅的进攻体系和强大的进攻线,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的战绩。 而布雷斯特虽然近期取得了一场4比0的大胜,但整体表现仍缺乏稳定性。 想要在巴黎圣日尔曼主场获得积分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金球奖提名 多达6名巴黎圣日尔曼球员入围了2024年金球奖的各个奖项提名。 其中包括维京纳入围男子金球奖,多纳鲁玛入围最佳门将奖,扎伊尔·埃莫里和若昂·内维斯入围最佳青年球员奖,以及格雷斯·格约罗和卡托托入围女子金球奖。 这充分体现了巴黎圣日尔曼球员的出色表现和国际地位。 3.女足球队进展 巴黎圣日尔曼女足球队首次入围年度最佳女足俱乐部奖项,这不仅是对球队的肯定,也反映了俱乐部在女足领域的整体实力。 本赛季,巴黎女足球队在欧冠四强、法甲联赛决赛和法国杯夺冠等方面取得了出色成绩。 总的来说,巴黎圣日尔曼队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实力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球员在各项个人奖项的提名,以及女足球队的出色表现,都为这支法甲净旅增添了光彩。 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赛事中,巴黎圣日尔曼能够继续保持强势,为球迷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2024年9月9日简报,热刺队阵容调整情况。 总结 1.热刺在本次转会窗口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容调整,但有一名新签球员蒂默,维尔纳可能已经让主帅波斯特科格鲁感到后悔。 2.热刺年轻球员的崛起意味着维尔纳在球队中的地位可能受到挤压。 球队新签的威尔逊、奥多贝特、杨明赫和卢卡斯、伯格瓦尔等年轻球员已经在主帅的计划中占据重要位置,再加上多米尼克、索兰克的加盟,使得维尔纳的出场机会可能不多。 3.与此同时,热刺轻讯体系再次证明其卓越,年轻前锋威尔·兰克夏尔被认为是球队最有前景的新星之一,有望在未来代表英格兰国家队。 总的来说,热刺在本次转会窗口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容调整,但新员维尔纳的表现可能已经让主帅感到失望,而年轻球员的崛起则为球队未来注入了新的火力。 2024年9月9日简报,Porto足球队。 综合多篇文章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1.FC巴塞罗那手球队进入了伊比利亚超级杯决赛,以39比31战胜波尔图,将于周日晚上6点对阵斯波丁俱乐部。 2.穆里尼奥执教波尔图期间,曾因球员私自外出聚会而与球员科斯塔发生冲突, 但最终,波尔图在欧冠赛场上取得了成功,夺得了欧冠冠军。 3.2025年,FIFA将首次举办32支球队参加的FIFA俱乐部世界杯,这是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俱乐部赛事。 参赛球队来自世界各大洲,将在美国进行角逐。 4.波尔图市政府宣布,今年圣诞节期间,该市至少有94条街道将亮起圣诞灯饰,主圣诞树高度将达到30米以上,是去年的水平。 综上所述,这篇简报涵盖了波尔图足球队在手球和足球领域的最新动态,以及该市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装饰计划,内容丰富且环环相扣。 虽然没有足够的内容涉及波尔图足球队本身,但通过相关信息的串联,仍能较好的概括和总结文章的核心要点。 很抱歉,提供的文章内容与RB Leipzig足球队无关,无法根据这些内容撰写一篇简报。 这些文章主要讲述了美国高中足球队的比赛情况,以及凯尔特人在欧冠联赛的表现和球员的Bellon de Orr提名情况。 由于缺乏与RB Leipzig相关的信息,我无法生成一篇有价值的简报。 如果您能提供更多与RB Leipzig相关的文章内容,我会尽力撰写一份简洁而全面的简报。 很抱歉,提供的文章内容与Club Brookie Team主题并不相关。 文章主要涉及2024-25赛季欧冠联赛的新赛制,凯尔特人在欧冠的表现预测,以及布里斯班师队在澳大利亚联赛中的比赛情况,与俱乐部Brubie并没有直接联系。 由于缺乏与主题相关的信息,我无法撰写一篇简洁而又全面的简报。 我建议您提供更多与Club Brookie相关的文章内容,这样我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为您撰写一份有价值的简报。 简报 2024年9月9日,德甲球队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遭遇了一场悲剧。 俱乐部U19青年队主教练赫尔格·拉什·赫尔格·拉什·赫尔格·拉什在一起车祸中不幸遇难,年仅33岁。 据报道,拉什的车辆在行驶中突然偏离道路,撞上了一棵树,他当场遇难。 这一消息让整个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以及整个足球界都感到震惊和悲痛。 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悼念声明,表达了对拉什家人和朋友的深切慰问。 其他球队如多特·蒙德也纷纷发声,对这一悲剧表示哀悼。 为此,法兰克福俱乐部取消了本周末所有青年队的训练和比赛活动。 又21队与吉森FC的比赛也被推迟。 整个俱乐部上下都在为这位年轻的教练默哀,并向其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无疑给法兰克福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作为一支在欧洲赛场有着良好表现的得甲净旅,他们必须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向拉什教练的家人和俱乐部表达最诚挚的慰问。 祝愿他安息。